蔡總統宣布義務役兵役延長到一年 國防部長邱國正昨天到立法院 拜會在野黨團 尋求支持 而至於有些女性希望參與教招 邱國正說已經有規劃 明年將先以幾十人的規模 少量試辦 未來會再擴大實施 蔡總統宣布兵役新智 EUE延長為一年 國防部長邱國正二十八號到立法院 拜會在野黨團尋求支持 邱國正說年輕人對疫情延長 難免有不確定感 會在真正施行前做好準備工作 至於有些女性希望參與教招 邱國正說已有規劃 明年可以少量試辦 國民黨民眾黨及時代力量都說支持國防改革的大方向 但更關注的是相關配套有沒有規劃好 我們要求國防部必須跟全民溝通 不要造成每個家庭 每個社會的不安定 包含訓練的內容的精實 還有後續這個異難權益的一個保障 那有涉及到跨部會的溝通 我們還是會國防部要化被動為主動 步槍實彈的射擊數 全一起不低於八百發 要怎麼來落實 至於傳出民進黨團擬將兵役新制 從查詔案改為審查案 將原本的行政命令 變成立法院有三個月實施審查 民眾黨批評執政黨是純粹政治工房 國民黨也有話說 純粹政治工房而已 你只是要把所有的在野黨說 你們都來背書了 法案預計二十九號就會送出行政院 依規定只要送立法院備查 就能生效 但如果有黨團提案改審查 最快得等明年三月新會期開議後 才能處理 兵役延長能否在二零二四年上路 有待觀察 記者王新中 歐盈榮 陳信榮 台北報導